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优点大圈集 作者 美国人际关系学大师戴尔·卡奈基 第十集 我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宴会 其中有一位客人 她是一位曾获得大量遗产的女士 可能是基于给每个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她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买了名贵的貂皮 钻石 珍珠 但是她对自己的面孔却没有下过什么功夫 她的面部表情充满了尖酸刻薄以及自私 她并不明白男人们心中所想的 那就是一个女人面部的神情 要远远比她身上所穿的衣服更重要 对了 假如下次你的妻子要买皮大衣的时候 你最好别忘了这句话 史瓦伯告诉我 说她的微笑能值100万美元 她大概是在向我暗示这一真理 因为史瓦伯的性格 她的魅力 她那使别人喜欢她的才能 几乎正是她卓越成功的全部原因 而她的个性中最可爱的因素之一 就是她能够打动所有人的微笑 有一天下午 我和莫里斯雪夫来待在一起 坦白说 起初我感到很失望 她一直保持肩末 洋洋不乐 这和我所期望的完全相反 幸运的是 她终于有了微笑 她的这种微笑 犹如太阳穿透了乌云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微笑 可能雪夫来还在巴黎 像她的父亲及熊掌那样 继续做一个木匠 家具制造者 行动比言语更具有力量 做一个微笑者 微笑会让人明白 我喜欢你 你使我快乐 我很高兴见到你 这就是为什么狗 那么讨人喜欢的原因 他们是那么高兴见到我们 以至于迫切到 心都几乎要从肚子里 跳出来似的 因此 我们就很高兴 能够看到他们 一个婴儿的微笑 也有相同的效果 你是否曾在医院的 后诊室里待过 也许你会注意到 四周的人都阴沉着脸 非常苦闷的样子 住在密苏里州 雷顿市的兽医 史蒂芬·史波尔 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的春天 在他的兽医后诊室里 挤满了人 他们都带着自己家中的宠物 准备注射疫苗 没有人在聊天 也许每个人都在想 该干些什么 而不是坐在那浪费时间 就在大家等待的时候 进来了一位女士 她带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孩子 和一只小猫 她坐在一位男士的旁边 而这位男士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可是当她朝旁边看时 她发现那个孩子正注视着她 并咧着嘴天真无邪地向她笑着 你猜 这位男士的反应如何呢 和你我一样 当然她也对那个孩子笑了笑 然后她就和那位母亲聊了起来 谈到了她的孩子和她的孙子 很快 整个后诊室的气氛 从乏味僵硬中活跃起来 大家开始相互聊天 每个人都有了一种愉快的体验 那小孩的笑 是否是不诚意的笑呢 绝对不是 不诚意的笑 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我们知道 那种笑是机械的 人们最讨厌它 我们是在讲一种真正的微笑 热心的微笑 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种在人际交往中 极具价值的微笑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 詹姆斯·麦克纳尔教授 谈及他对笑的看法说 有笑容的人在管理 教育 推销上更容易成功 更容易培养快乐的下一代 笑容比皱眉 更能传达你的心意 这就是在教学上 要以鼓励和微笑 代替处罚的原因所在了 一个纽约大百货公司 的人事经理告诉我 他宁愿雇用一名 有可爱笑容 而没有念完中学的女孩 也不愿雇用一个 面孔冷淡的哲学博士 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就算他本身没有办法看等 遍布美国的电话公司 有个项目叫声音的威力 提供使用者电话 来推销他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个项目里 电话公司建议你 在打电话时 应该保持笑容 但你的笑容 只能通过声音来传达 美国一家大橡胶公司的 董事长告诉我说 根据他的观察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 除非他对此非常感兴趣 否则将很难获得成功 这位实业界的领袖 对十年寒窗 可以成就功名那句老话 并不具有很大的信心 我所认识的一些人 他说 他们起初成功了 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事业 极其感兴趣 后来 我看见那些人开始变成工作的奴隶 工作对他们而言变得无聊起来了 他们失掉了所有工作中的乐趣 因此 他们最终失败了 如果你希望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很愉快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 当你看见别人的时候 你也一定要心情愉悦 我曾鼓励成千上万的商界人士 花长一个星期的时间 每天都要对人微笑 然后再回到我的班上来 谈他们的结果 事实上 效果怎么样了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 威廉·史坦哈德的一封信 他是纽约证券股票场外市场的一员 他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 他只是好几百人中的代表 我结婚已经18年 在这期间 从我起床到预备好出门做事 我很难得对我妻子微笑 或说上二三十个字 我是在百老汇街上行走的人中 脾气最坏的一个 因为你请我对微笑的经验 做一演讲 我想我就试一个星期看看 四日早晨 在梳头的时候 我看着镜中沉闷的面孔 对自己说 你今天要一扫你往日的旧模样 你要微笑 你现在就要开始 我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 我向妻子打招呼 亲爱的 早 我说这话的时候 面带微笑 你曾告诫我 他或许会惊讶 事实上 你对他的反应股量过低 他是迷惑了 惊异了 我告诉他 这种情形 从此将会跟家常便饭一样 从那以后到现在 我已经坚持有两个月了 我就这样 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在这两个月中 我们家庭所得到的快乐 比去年整整整一年所有的快乐还多 现在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 也对公寓中开电梯的人说一声 早 并且抱一微笑 我对看门的也微笑 我在地铁小店里兑换零钱的时候 对火机微笑 我站在交易所地板上的时候 对在以前从未见到我微笑的人微笑 不久 我就发觉 人人都对我微笑作为回报 对那些向我抱怨诉苦的人 我也以合约的神色对待 当我面带微笑的静听时 我觉得调节更容易成功 我觉得微笑每天都带给我许多财富 我与另一个交易员合用一间办公室 他的秘书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 我对我所取得的结果非常高兴 于是告诉了他我的人际关系新哲学 在我主动与他交心后 他也向我吐露了心机 他承认 当我出来与他同办公室的时候 他以为我是个可怕的坏脾气的人 近来他也改变了看法 他夸我微笑的时候 真有人情味 我现在已经能够做到摒弃批评 欣赏称赞了 我也不再讲我要什么 而能做到看别人的观点是什么了 这些改变也真实地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 一个更快乐的人 一个更充实的人 我应拥有友谊 即快乐而更加充实 记住 这封信是一位宝经事故 聪明绝顶的交易员写的 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买卖证券为生 自己立有账户 要知道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成功的行当 一百人尝试 差不多有九十九人归遇于失败 看到这里 你也许觉得自己确实该笑了 那怎么去做呢 至少你有两件事可以去做 第一 强迫自己微笑 如果你独处异于 可勉强自己吹口哨 或横横吊子 唱唱歌 做出快乐的样子 那就能使你快乐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斯 曾说过 行动好像是跟随感觉走的 其实不是如此 行动是与感觉并行的 我们能使直觉受意志支配的行动有规律 也能间接的 使不直接受意志制约的支配有规律 因此 如果我们真的失掉了欢乐 也就重新得到了欢乐的途径 那就是 欢乐的做起而行 说话 好像欢乐已经在那里一样 世上人人都在寻求快乐 但只有一个确实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控制你的思想 快乐不在乎外界的情况 而是依赖于内心的情况 不论你在干什么 你是谁 你在何处 你在做什么事 致使你快乐或不快乐的因素是 你对之如何去想 例如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 做同一件事情 彼此有同样多的金钱与声望 而一个人会痛苦 一个会快乐 为什么 因为心境不同 第十一集 事无善恶 莎士比亚说 思想使然 林肯曾说过 多数人的快乐 同他们所决意 要得到的相差不多 他说得不错 我最近看见了 这一真理的 一个生动的例证 一次 当我在纽约长岛车站 走上阶梯的时候 看到前面 有三四十个残疾儿童 拄着拐杖 勉强卖上阶梯 其中 有一个男孩 还需要游人抱上去 但他们仍然带着 欢笑与快乐 这使我惊奇 我对他们的一位管理人员 提及这一情形 是的 他说 当一个儿童明白 他将要终生残疾时 他最初惊恐 但惊恐过后 他就会听天由命 比正常儿童 还要快乐些 我真觉得 我该对那些儿童 脱帽致敬 他们给了我一个教训 我希望 我永远不会忘记 如果一个人 独自在一间封闭的 办公室里工作 不仅会感到寂寞 还会和公司其他人 断绝往来 失去和他们 交朋友的机会 在墨西哥的 瓜达拉加拉市 西罗拉玛利亚 就有这么一个工作 他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 当他听到 其他的同事聊天或欢笑声时 他真的非常羡慕 他们同事间的情谊 他上班的头一个星期 当他走进办公大厅 经过大家时 他都不好意思和大家打招呼 而是害羞地掉过头去 几个星期之后 他告诉自己 玛利亚 你不能指望别人 先和你打招呼 你应该先与别人打招呼 于是从此以后 当他出来喝水时 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微笑 并会和他所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 嗨 你好 这样做的效果 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别人都回应了他的笑容和招呼 就连平时看上去 比较暗淡的过道 好像也明亮了许多 玛利亚的工作气氛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同事之间的关系友善多了 人们彼此之间都会打招呼 有的人甚至成了玛利亚的好朋友 玛利亚也觉得 他的工作和生活 变得更加愉快和有趣了 当玛利亚皮克斯正准备 和菲尔班克离婚的时候 我与他共度了一个下午 全世界的人大概都以为 他那时必定会非常沮丧 闷闷不乐 但我觉得 他是我这一辈子所遇见过的 最安详和最震惊的人 他显得很快乐 他的秘诀又何在呢 他在一本只有三十五页的小书中 把这个奥秘揭露了出来 那也许是你喜欢读的一本书 你不妨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一本 由他写的 为什么不是是上帝 富兰克林贝特格 是卡迪纳队原第三棒球名手 目前是美国最成功的 推销保险人士之一 他告诉我说 他多年前就已经发现 喜欢对人微笑的人 永远都会受到欢迎 所以 每当他走进别人的办公室以前 总是要先停下来 想想 许多他应该感谢的事 从内心激发出真诚的微笑来 然后就在微笑正从脸上消失的一刹那 进入办公室 并没有明显的益处 每回你出门的时候 都应该把下巴缩进来 抬头挺胸 使肺部充满空气 沐浴在阳光中 以微笑来招呼你的朋友们 每一次握手都要用力 不要担心被误解 不要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去想你的敌人 试着在心里 肯定你所喜欢做的是什么 然后 在清除的方向之下 你会集中精力 实现自己的目标 心里想着 你所喜欢做的 伟大而美好的事情 然后 当岁月消失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自己掌握了 实现你的希望 所需要的机会 正如珊瑚虫 从潮水中 集许所需要的营养一样 在心中想象着 那个你希望成为的 有才华的 诚恳的 有作为的人 而你心中的思想 随时在改造着你 将把你 转化为 你所希望的那种人 思想是至高无上的 保持一种正确的人生观 一种勇敢的 坦白的 和愉快的态度 思想正确 就等于是创造 一切事物 都来自于希望 而每一个诚恳的祈祷 都会实现出来 我们心里想什么 就会变成什么 把下巴 锁进来 把头部高高昂起 我们 就是明天的上帝 中国古人 充满着智慧 他们有一句格言 你应该剪下来 贴在帽子上 那句格言是 和气生财 说到开店做生意 弗雷克 伊文 为考林公司 所做的广告中 有几句话 含有令人启示的哲理 微笑 在圣诞节的价值 它不需要耗费些什么 却会有很多的收获 它让施予者无损失 获得者受益 它发生在一刹那 给人的回忆 却是永远的 所有有钱的人 不会不需要它 而贫穷的人 因它会致富 它在家庭中 能制造快乐的气氛 在生意上 能让对方产生好感 在朋友间 是善意的招呼 它使疲惫者得到休息 使失望者得到光明 使悲伤者 面向阳光 它无地可求 无处可买 无法去借 更不能去偷 当你尚未得到它 对谁都没有用处 圣诞节 在最后一分钟的忙碌中 如果我们的店员 太疲倦了 以致他没有微笑 你能不能给他留下微笑 因为没有给人微笑的人 更需要别人给他微笑 如果你希望别人都喜欢你 第五项规则就是 给他人一微笑 给他人一微笑